二号张卫 二十三号复欢 二号张卫和二十三号复欢 其实在上周末客战北京人和的比赛当中 都是获得首发出场 是 好了 双方上场的比赛已经打响了 再来一道传中 木头枪 吴磊 门前有射 结果裁判上云响 这球已经先出了底线 但是刚才吴磊的这次远端的投球射门 很具威胁 是 打了 王清超的提到射门 后点还有机会 蔡玉康 哇 漂亮 哇 这个球相当的漂亮 阿尔克森 中锋属性啊 恐怕谁都没想到 就是蔡玉康这脚传中传的这么好 对 脚腕抖动一下 并不是追求特别快的前途 而是更追求弱点 其实有人要起跳 所以他是没到 上一场比赛 帕托的定位球就已经展现了极强的这种稳定性 就是一个正脚背 兜了一个弧线 其实从刚才纵向回放慢点头来看 上岗这边还不如把这个鱼海就放到这个人墙的最边上 对 这波进攻 哟 来了 哇 这个球停好了 打漂亮 漂亮 啊 板得很快 不到一分钟 在上岗再进 再进一球 让他停完球以后 我们看 再调整步伐 最后左脚发力进射 或许一下有人如果是扑上去的话 他有可能就传了 你看没人 哎 打了 哎呦 还有机会 哎呀 小将啊 没问题 二点球 还是上海上岗的抢先解围了 再往进去里面 好的 这球 哎呦 漂亮 哎呦 面对出击的守门员 帕托的挑射 刚好是偏了 防线上的队员是在往前压的过程当中 没错 打到身后 宇文军 先看看这波进攻 下面场一上来 上岗前场获得 哇 漂亮 哇 闪电战 从中川开球 只经过了三角的传递 我们来看在这球 吴磊敲回来 结果是奥斯卡 左脚打一个进脚 这个持球的部位太舒服了 球做的有一些笨笨跳跳 阿尔克森再交给边路 还可以 关中杰去到后点 投球 又有一个比较 再打 哎呦 好的 边路又是两个人之间连续的一条船地的配合 奥斯卡 又有一个 再过 再打 又有了 哇 哦 好 漂亮 刺骨 回看慢镜头 奥斯卡在边路 简单的虚晃 过掉一个人 面对着张承 突然 发力抽摄进口 再来看一下 熊渊已经是移动到位 直传反击 吴磊面对着王杰杀到新杰 怎么怕 点球了 不伸手 可能才他还不一定怕 对 看吴磊 结果一场打飞了 比分领先对于最后胜负的结果 可能是无关痛远的 但是动于自身 特别是吴磊要过记录的一刹 没有扛住 从他刚才设门的动作情况来看 是想打一个球门的上转 中路 发力过猛 这个球直接打高 往后来我们看 太吓人 断球了 奥斯坦的航船被断下来 张修伟 好的 给他进去里面 莫德顿啊 终于有了一条射门的尝试 脚底下 两只脚的这个节奏完全乱了 好 我们再来看 很像这种中后卫在禁区里面这种冒顶 好的 船中 结果这球啊 趴脱没有考虑自己射门 反倒是身后的同胞 三号中后卫王杰 上来之后超远距离突失冷静 我们看一下 有点随意